山羽欲来风满楼 娱乐圈的瓜一查接着一查 仅仅几天 就接连爆出四个瓜 细节内幕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各种大瓜层出不穷 娱乐圈又乱了 赵露丝甜品店宣告倒闭 却因着理由被夸赞 赵露丝近期与刘云宁 主演古装新剧《珠莲玉木》大受欢迎 她演技也获好评 目前她正与玫瑰的故事 彭冠英演出新剧《恋人》 声势锐不可挡 但赵露丝所开设的甜品店 Lucetime传出倒闭消息 倒闭的原因是赵露丝 当初考量粉丝经济状况 让商品定价很低 最终导致不敷成本 宣告结束营业 赵露丝会开设甜点店 其实源自于自己也喜欢吃甜点 所以在恒店开设Losichat 总共有三层楼 不仅可以让买甜点的粉丝打卡拍照 即便没有消费 也可以入内参观 可说是非常充粉 虽然生意不错 但传出前期都处于亏损 是因为店内人工 偷偷将收入转到自己的户头 还在网络上注册同样店名 Losichat 而赵露丝得知后 仅开除对方 没有提告 事实上 赵露丝为了开设甜品店 可说是煞费苦心 店内装潢都是亲手不至 而后他将甜品店更名为Rusetime 没想到换新名字不到一年 就传出倒闭消息 Rusetime宣布因为店租到期之雇 所以在11月23日正式关闭 目前店内相关装饰都被拆光 并预告即将签店到成都 让不少粉丝大感诧异 表示还没潮胜就关了 表示十分可惜 据悉 Rusetime会倒闭的原因 除了开设在横店 许多粉丝到达不易之外 就是赵露丝为了考量粉丝的经济状况 所以定价都偏低 店内泡芙约4寸蛋糕大小 售价是36人民币 约台币158元 而其他品牌同样商品则是售价188元人民币 也台币827元 所以店内长期都是处于亏损状态 而赵露丝本来就是成都人 所以想牵职到自己的家乡反馈粉丝 可说是非常用心 虽然 Rusetime的币电讯息中 透露可能会在成都开新店 但实际上尚未确定新位置 恐惠无限期延宕 不少人认为 赵露丝工作繁忙 不仅忙着拍戏 还要当自己的化妆师 就已经分身乏术 况且店内不需要消费 也可以打卡 虽然利益不错 但显然缺乏利益考量 未来要如何经营甜点店 也受到极高关注 白露新剧四大王兴月抖音话题量冲破翼 白露去年推出与罗云西合演的《长月记名》 和王鹤帝演出的《以爱为营》 以及搭档张灵鹤 王兴月主演的《宁安如梦》三部爆款剧 爆红成鹿剧《女神》 她日前四大墨语云间的同门师帝王兴月 开拍古装新剧《唐宫奇案之清雾丰明》 白露在剧中饰演冷面女官李佩怡 光是手套竖起高马尾 身穿绒毛黑大衣的帅气造型曝光 就让该角色在抖音的话题播放量冲破一亿 为波鲜活 而白露隔日又有利落的绿衣造型是出 宛若俊俏公子哥俊朗 有趣的是 白露当天早上却被直击身穿粉色绒毛 点点睡衣禁足 私服超少女 直接萌到灯热搜 女剧中帅气模样反差十足 白露虽演过多个爆款古装剧 包括带播出的新作《林江仙》 百月范星也都是仙侠古装 但却从未演过女官角色 因此日前她开拍《唐宫奇案之清雾丰明》 饰演武功齐高的冷面女官李佩怡的手套 竖起高马尾 身穿黑色雕毛大衣的造型曝光 立刻让网友耳目一新 登上热搜外 该角色在抖音的话题播放量也随即破译 为波鲜活 隔日 白露第二套造型同样帅气 墨绿色的衣身搭配黑底金绣的翻领设计与利落剪裁 加上同样是高马尾造型 让白露光是双手抱胸 站在原地就充满英姿飒爽的气质 宛若俊俏的小公子 网友纷纷直呼 李佩颖老公帅起来真的太要命了 这样要同居的男演员怎么办 有趣的是 白露日前却被直击 早上起床为了赶进足也没特别换衣服 穿着粉色绒毛点点睡衣就来到片场 连帽设计还挂着两颗白毛球 私服抄少女 直接蒙到灯热搜 女剧中帅气模样形成强烈反差萌 事实上 白露和王兴月过去曾合作过周生如故 玉春楼和宁安如梦 王兴月曾在宁安如梦饰演白露的白月光张者 可惜两人最后无疾而终 原以为这次在新剧能弥补去汉 两人的老板兼经纪人余正日前却发文透露 唐宫奇案的感情戏因粉丝先前的范围之争被撕没了 让网友超傻眼 单一派网友认为只是炒作之词 仍有待观察 周玉然接替肖战 却因二大败笔遭击古装丑男 有陆剧顶流男神肖战主演并创下55亿网播量的古装剧《斗罗大陆》 第二季《斗罗大陆之燃魂战》 换由当你飞奔向我新生代男星周玉然 当刚演出 日前播出后热度直冲前三名 只是周玉然接眼跟肖战同一角色 难免不被比较 撇开演技不说 周玉然的五官远远比不上肖战 因为脸小而用刘海营造出的帅哥感 搭配古装却适得其反 整个人像个古代小丝 癌酸要不是后台够硬 资本力旁 根本当不了明星 当年 肖战接眼《斗罗大陆》时尚未走红 该剧2019年7月杀青 但他的成名代表作《震美古装剧陈情令》 却是同年6月底才开始播出 他会接眼《斗罗大陆》是因为 原著作者唐家三少的清点 对方认为他不仅长得帅 价格也不高 所以从不少男星人选拖延而出 结果播出后大受欢迎 又让肖战人气更上一层楼 也因此第二季宣布开拍 《道上道》都备受关注 第二季剧情以浑诗大赛为开篇 巧妙承接了第一季的大结局 除了精彩的故事铺陈之外 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演员阵容全面换新 第一季中肖战饰演的男主角唐三 改由周玉然接演 女主角小五的扮演者 也从吴轩仪换成了张雨昕 随着第二季播出 周玉然的古装造型一言难尽 一开始找他接演唐三 便被嫌弃颜值差太多 加上他刻意用刘海造型 营造帅气的少年感 却弄巧成拙 给人感觉不像个武林高手 而是不起眼的小丝 网友狂酸他要不是资本力旁 根本当不了明星 恭喜陆剧圈又出了一枚古装丑男 张灵赫因这里由甘伦香编男主全网惊讶 张灵赫刚与赵基麦二搭演出的新剧 《樱桃琥珀》《刚杀青》 随即又要进剧组拍摄另一出新剧 《竹玉》 女主角已轻轻日常 半熟男女爆红的甜西威 据悉两人原本挂名平凡演出 引发双方粉丝不满 但张灵赫这边最终愿意退让翻位 而网友也挖出张灵赫过往 非常欣赏甜西威的言论 甚至表明自己很喜欢甜西威 与白晶婷主演的《青青日常》 直呼难怪张灵赫愿意自降咖位 与甜西威合作 张灵赫过去拍摄《宁安如梦》时 爆出与白露传出热恋 但随着戏剧杀青 双方也越来越忙 因此渐行渐远 外传 两人分手的真正主因 是因为张灵赫家世背景比较好 她的父母认为白露家世配不上自家儿子 双方因此撕破脸 另外 甜西威近演艺圈以来 资源一天因此传出她家境显赫 不少人认为张灵赫与甜西威 无论是在戏里戏外 都十分般配 事实上 张灵赫粉丝非常反对她接眼竹语 因为该剧是大女主剧 男主角势必会沦为乡边男主 等于要为甜西威作配 所以粉丝希望张灵赫 可以在竹语担任一番男主角 让戏份增多 没想到两人会是频繁演出 正当外界非常诧异时 有人挖出张灵赫过去频频大赞 《青青日常》好看 喜欢看《青青日常》的言论 显然对甜西威非常有好感 此外 甜西威演出《青青日常》爆红后 身价急速狂飙 她演出《半熟男女》 范围不仅力压周宇童 还拿了全剧最高的3500万片酬 张灵赫演出《度华年》身价更高 拿了7600万片酬 直接是甜西威的二倍 如今却甘愿为她自降咖位平凡演出 也让外界期待两人会擦出不同火花 赫火候视频大赫 pueden accessible 顾 SSTAY